先决,正吻,第30章,邪尾诸王,中,胃口好大啊,五罗阴森森道,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全都吃下去,歇诸王的狡诈,反而激发了五罗的斗志,一品凶兽又能如何,本君能杀得了蛇王,一样能宰了你,此时这山洞之中,除了五罗自己,还有现在这个世界上五罗最在乎的两个人,拓拔滔天和古木卿,五罗乃是凶人,自有一股子很进耳,五罗就算是死,也要拼了这头猪王,狐猛不敢飞行, 显然已经吃过了那头猪王的苦,双足在石林之上一点一点,纵月之间已经到了古木卿身边,不仅如此,他双手之间一团之果大小的青白色光芒不住跳动,从双手指剑飞出去两次,挑开了两指剪子,救出了里面的桥虎汉木一拙,两人一出来立刻大声咳嗽起来,好一回而才缓过进来,只剩下我们三个了,剩下的都已经已身殉职了,胡蒙脸色很难看,他带来的人除了护送夜众落回去的两人之外,都葬送在了这些人,显然已经吃过了那头猪王的苦,双足在石林之上一点 这里,这些人都是他的得力干将,左膀右背,全都葬送在这里,对于他的综合实力影响极大,可惜现在胡蒙连心疼的时间都没有,那头庞然大雾六指幽蓝的严厨一将盯上了他们,当心,胡蒙提醒,这是一品凶兽,连九大天门之中都没有备案,肯定是一种新的凶兽,废话,连武罗都不认识,九大天门肯定更不知道,胡蒙把手中的那团光芒移放,一道利刃裹在朦胧的光芒之中狠狠地斩在封住了洞口的猪网上,猪网在这里,这 猪网轻轻一战,胡蒙却是脸色大变,不好,他急忙想要收回自己的法宝,可是那猪网竟然将堂堂一件无品上法宝给黏住了,任凭胡蒙如何催动,那法宝也是奋力挣扎,名声大作,却是根本没办法挣脱,不过片刻功夫,这件法宝就被猪网上的毒素粘一腐蚀的毫无灵性,成了一块反铁,再也不能回应胡蒙了,众人大吃一惊,没想到这猪网竟然这么厉害,古木青素手一抖,火边抽过去,迪迈火灵放出一片金灿 灿灿的火花,吃得一声跟猪网打在一起,顿时一阵剧烈的白烟腾空而起,古木青感觉到自己的地脉火灵飞速消耗着,可是那猪网依旧牢不可破,一声巨响,古木青的火边被弹了回来,众人的脸上一变死灰,破不开这猪网,他们就被困死在这里,只能面对那头可怕的些猪网,这个本就是一个死局,连人家的猪网都破不开,更别说杀死些猪网了,所有人都清楚自己的下场,死,五罗面朝些猪网,反掌一推,掌心宁, 凝聚的那一团脸盆大小的毒火悄无声息地飞出去,落在了那封住洞口的猪网上,这黑色的火焰跟在外面的有不同,刚才在外面烧死了上百高等级些猪,不过损耗了福古三十分之一的灵源,但是这一团火焰之中,就凝聚了福古足有三分之二的灵源,火焰一落在那猪网之上,立刻剧烈燃烧起来,一瞬间整个猪网都被点着了,众人大吃一惊,有些不敢置信地看这五罗,很快大家都明白这是众人活下去的唯一希望了,立刻又 满怀稀奇地望着那猪网,在黑色毒火的灼烧之下,猪网迅速地瓦解,已经有粘稠的物质从猪网上嗶嗶嗶嗶的滴落下来,掉在了地面上还在熊熊燃烧,在地上留下一块块的斑点,些猪网似乎也很意外,血红的尾巴在黑色的岩石高台上一点,庞大的无比的身躯竟然轻如飞燕 凌空飞撞了过来,古木青一声娇斥,天罗地网之上,闪烁着火焰和雷电,凌空拦住了那头蝎猪网,嗡,天罗地网之上所有的布置一起发动,火焰漫天,雷电乱射,可是那头蝎猪网仿佛刀枪不入,怪叫一声用力一针,三十六指利刃一般的触足顶开了天罗地网,些尾射出去东的一声闸进了石壁之中,尾巴一缩,带动着庞大的身躯从天罗地网之中钻出了去,轰然一声落在石壁上, 三十六指处足身身底刺进石壁,就这么将庞大的身躯到吊在洞顶上,三双不含感情幽蓝色的眼珠冰冷地看着地上那些渺小的生物,一股无形的庞大压力,好似木盘一样重重压在众人心头,古木青的脸色苍白,刚才那一下,些猪王无意和他纠缠,根本没有反击,但是古木青却也不好受,好在天命神符乃是天生神物,能够抵挡毒物侵蚀,否则就会像狐猛的法宝一样被污染了,烧开了,木一卓大喜过望, 也不管别人,第一个逃了出去,古木青和胡猛一起上来,左右驾骑五罗,快走,五罗却推开两人,你们先走,他死死的盯着洞顶上那头些猪王,一顺不顺,拓拔滔淘天大怒,你干什么,快给我走,要留下来也应该是我留下来,五罗不理会他的暴怒,甚至连严楚都不敢动一下,他很清楚,自己只要稍微一分神,洞顶上的那个大家伙立刻就会扑下来,别看重剑隔着数百丈的距离,以这个大家伙的速度, 不用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,你们不明白,他盯上我了,谁留下来都没用,除非是我,你们不用管我,快走,我自有办法,不行,我不走,我们是兄弟,要死死在一起,拓拔滔淘天不答应,五罗声音平静,不敢让自己的情绪有丝毫波动, 你怎么就不明白,你这不是在帮我,你这是在害我,你们瞧瞧那个家伙,六只眼杵,那一只眼杵里面有你们,全都在盯着我看,你们留下来,一旦我分心,就死无葬身之地,拓拔滔淘天张了张嘴,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,他本来就不善言辞,这回儿也明白了五罗说的乃是实情,但是让他丢下五罗独自逃生,那是绝不可能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